岁末年中诈骗集团也越来越猖獗了 连租房子都有可能被骗 花蓮市最近就发生多起租屋诈骗案 大部分是以新建大楼为主 标榜着高楼层租金却远低于事件行情 并且利用话术等被害人上钩预付定金之后 要约看房却联络不到人才知道被骗了 花蓮市近期发生多起租屋诈骗 在脸书社团宣称租屋地点就在东大门夜市 和重庆市场旁的则栋新建完工大楼 而且标榜8楼高楼层租金却只要7500元 远低于事件行情 文章一贴出就吸引不少租客上门 看环境然后跟里面的构造 他们觉得OK 然后他们就想说 就想说人家已经付了两个月的订金跟押金 那我是不是应该付更高一点 我就可以先得到这间房子 后面已经汇款出去了 然后他们有打给房东 然后他们跟他 房东自己跟他约时间 然后就他们人到了没有来 可是有去问里面的管理员 然后管理员说没有这个人 第一组更可怜 他跟屋主约两点来这边看 刚好前几天 也是要来这边看房子 很冷的时候风大 他说两点多 一趟四点多他还把他问我 我说他来 我说没有这个 我说对啊 第一个没有这个人 然后我们不可能 那个照片也不可能我们这边的格局 我说你敢你被骗人赶快去报案 诈骗集团在全台各租屋网 放上相同的照片 选择各地新建大楼当作租屋标的 持续诈骗想租屋的民众 利用话术等被害人上钩预付定金后 要看房才发现找不到人 那今天本分局前往该租屋地点来积极的查办 也发现已经有多名的民众前往看屋 那其他也有两人遭受相同的手法的诈骗 那本分局接以协助相关的被害人来完成报案程序 那也将持续的扩大积极的侦办 那经我们的这个调查了解 那在24号25号 全台各地已有13笔的这个汇款 到盖这个诈骗的这个账户内 那本分局在25日获报之后 也立即的通知相关的银行 当天立即的将该账户列为紧实账户 目前警方已经通报银行将该账户 前存列为紧实账户 除了追赃款外 也积极向上追查诈骗机房 另外分局也在各网站张贴足诈骗公告 避免再有民众受骗上当 记者 许立晴 华联士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